MVP 怎麼把自己腦當粉絲一樣啊 你要跟人家段雨橋正夜幽靈 當然要知己知彼 才能百戰百勝啊 對 哈佛大學 你是我們老街的哈燒人物 一樣都很哈啊 MBA耶 你是我們心目中的MVP 段氏企業接班人段雨橋 身價上百億 我看妳怎麼辦 未來是企業承擔人貴天喜 身價無法估計 這個怎麼辦 段氏娛樂世界引進TFKC格鬥爭霸賽 勢必將在國內捲起一陣格鬥技旋風 格鬥天王段雨橋 是整個爭霸賽的幕後推手 妳有辦法掰我佩服妳 這個呢 是用來刺激自己的 每天呢就要對他喊十遍 就不信我會輸給妳 然後呢再來個精神開話 好 段雨潮 妳給我聽好 只要給我機會 總有別天 我一定會取代妳 好 好 翠哥講得好 滿意嗎 滿意 嘿 開玩笑 我可是很厲害的呢 小蕙 幹嘛 我很認真地問妳喔 如果妳是優禮的話 妳會比較喜歡哪一個 妳問到重點啦 如果我是葉優禮的話 我當然會喜歡 湖泊開朗 樂觀進去 前途無量 光明無限的 魏怡青 Yeah I'm the winner Yeah I'm the winner I'm the winner Yeah Yeah 恭喜魏怡青 我可以有禮 especially我受罪 Yeah 我 看妳啊 咬著頭說不後悔 I'm the winner 媽 對不起啦 你們兩個造反是不是 皮在癢啊 妳嫌家裡不夠亂是不是 阿彩依依 妳不要升機嘛 我馬上收乾淨好不好 你看 你家小葵多乖 你學學她 你以為你女生玩飯家家酒 我再收了 再收 照片誰貼的 誰把照片貼在這邊 你吃飽太鹹了是不是 不會照點政經事做 媽 我很賤金 我跟你講 這個人叫段雨喬 他家裡很有錢 身價上百億 我把他貼在這裡 就是要記錄自己 有一天要跟他一樣發達 我要讓你天天籠包赤 出門有雙B 家住101 想住101 下輩子吧 媽 你不要這樣 我跟段雨喬之間的差別 不過就是他有個有錢老爸段元博 其他女兒是哪裡比他不好 你就是比不過他 我告訴你 我現在不想再聽你說那些五四三 我不管你是做事或是做我 你就是不可能變成段雨喬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你不要跟他做夢 請清楚沒有 媽 你幹嘛這樣講我 我連做夢的權利都沒有嗎 我只是說說而已嘛 我只是說說而已嘛 幹嘛把我講成這樣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看不起我 我也不在乎 我只在乎你耶 你知不知道 你從來不跟我講一句鼓勵的話 哪怕是短短的一句 我都會很開心 我會做很多很好很好很好的事情 我等了很久 從來不肯說 一句話都不說 小妹 幫阿財一整理一下 好 我真不知道我什麼時候能夠出院啊 下禮拜不是你的未美賽了吧 我真希望能够去看啊 陈医生他 已经被我们订的满头包了 不过你放心 他保证到时候 你一定可以到现场 亲眼看着我胃 那王者之魂呢 王者之魂 怎么了 儿子啊 格斗界已经有个传说 格斗手如果得到真爱的祝福 就一定能够得到 王者之魂这个最高荣誉 因为真爱是王者的灵魂 王者的灵魂 王者之魂 我听说在我出车祸的一天 你打了一场 起死回生的漂亮比赛 应该被王者之魂 有很深刻的比赛吗 到底还有什么事情 是你不知道的 怎么 不服气 要不是看你坐在轮椅上 我早就想跟你挑战 真的 真的 那好 反正我的伤已经快好了 我都要看看你的能耐是什么 爸 我跟你开玩笑的 谁跟你开玩笑 我都要看看银色钢琴手的厉害 来吧 爸 爸 你耍炸啊 天啊 Actually 我都会为那种 都是统筹的 开玩笑的 哎是 哈哈哈哈 快点 快 有天雄快一点 去 来 三楼 你怎么会踢高一点 你们快点 你踢高一点 立马 三楼 你刚那一甲 如果踢高一点 你可以跳仇耶 如果你跳仇就可以多了两分 你知道吗 可是如果力量不够 也是没有用的 力量不够的话 一样不积分 三龙 刚才那一脚之所以踢得不够高 是因为没有用到腰力 你来干嘛 我来找三龙练习 那你的秘书呢 助理呢 你不是不能在非正式的场地 和非正式的选手对打吗 可是我觉得三龙 未来一定是TFKZ的正式选手 所以我来教他 段云桥 老板娘 你干嘛啦 段云桥都已经来了 咱们就是要跟你说对不起嘛 对啊 他想跟你说说 你还不懂哦 可是他就是 你就不要再轻了啦 对对对 让他跟三龙对打啦 我们到旁边休息 来来 好 帮你休息 好 抽拳速度太慢 力量不够 再来 睡觉 Bit 帮你睡觉 对架梦 给我停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